冬奥会赛时 气龙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系统如何助力防疫工作 1月18日 记者对北京生物气龙胶检测实验室进行了探访 据悉 该系统由气龙胶采集器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仪两部分组成 可对空气进行病毒监测预警和快速检测 检测灵灵度较高 我们整个系统它是由两部分配合到一块的 因为在空气当中气龙胶它的新冠病毒含量是非常低的 肯定要比病人的咽喉要低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整个系统它的灵敏度要比较高 包括这里面气龙胶它的复集效率要高 能够把它空气当中气龙胶能够复集下来 那复集下来之后我们的检测也要非常灵敏 才能够把这种非常少量的病毒能够把它检测得到 经过层层临选 生物气龙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系统被确定为科技冬奥项目之一 赛时预计将在冬奥会多个场馆布置气龙胶采集器 为冬奥会提供气龙胶新冠病毒检测保障 人员的核酸的检测环境这个表面比如涂抹柿子的这些检测 还有消杀等等壁环管理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 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是作为整个大的一个技术体系里边 其中的一个环节来去检测空气当中这种 不是直接检测人是检测空气当中这个新冠病毒这样一个方式 这样来提到这种提前预警或者早发现这个疫情火苗的这样一个作用 在北京冬奥会测试赛期间 该检测系统已在首都体育馆国家速滑馆等竞赛场馆 进行了气龙胶采样和检测工作 通过测试赛的应用和验证 该检测系统进行了相应的优化 更加符合冬奥会比赛场景的要求 要真正能够把这个应用它不单单是技术本身 这里边要包括在这种赛事的这种场景下 这里边涉及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人员再怎么去分配 这个样本该怎么去采集 怎么去安全的交接 然后怎么去把结果反馈等等 这一系列一个链条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奥运这个期间 一方面我们是测试了我们检测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耗性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磨练 去摸索出一条如何跟各个场馆进行有效配合的这样一种方式 截至目前 在冬奥场景先后测试和使用了200多项技术 涉及信息工程与软件工程 公共安全 高清视频 5G和新能源等领域 5G和新能源等领域